我们现在去产生一个就是说数位应该说是点阵影像 点阵影像例如说我点了一下Print Screen 点了Print Screen就是把这个画面整个抓下来 然后接下来呢我到PowerPoint的这边 例如说我就直接把它贴上 这边是不是有图片有文字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把这个图稍微裁切掉 好那我就存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面是不是有密书室 看看等一下能不能找出来 这张图片里面是不是有简报整合 这是图片知道吗 这个我现在是不能选到里面的字图片 所以我先把它另存 另存成图片 好假如说我存成那个 OCR文字范例3 然后我存成JPG 因为JPG这种档案很小 PNG档案很大 可是PNG它抓出来的一个出错的几率会更低 那当然最好是英文啦 英文都不会产生什么错误 对不对 那中文的变化那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存成JPG 我如何去产生一个点阵图里面有环字的点阵图 那接下来重点是同学问的 就是说各位你如果说有Gmail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Gmail的云端硬碟 接下来切换到自己的云端硬碟 那你是不是要输入账号跟密码 而且当你第一次登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登入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是不是要做一下简讯的验证 或者是其他的验证 好我们就直接点选登入了 登入之后呢 这是我的云端硬碟嘛 就想办法要把刚刚那个点阵 点阵图放进来 好我刚刚的点阵图是在这个地方 直接搬进来 搬进来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成功上传了一个项目 好那重点是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我是不是应该要 把它里面的这个文字取出来 对不对 这个取出图片里面的文字 我们叫OCR文字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选择开启的工具 就是针对这个档案 这是一个图片档 选择开启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图片的 因为Google它有本身处理图片的软体 我们不要用它来看 我们直接用Google文件打开 好那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 等待它去进行那个辨识 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如果低于你打字的时间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你打一份A4文件的内容 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我觉得我建议你做蛮值得 做我现在这件事了 好原本图片是不是讲这样子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下面是不是简报整合 word和powerpoint 对不对 它抓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先看这边好了 1先有一份word的文件 有看到 1这个点它就抓错了 它就辨识错误了 对不对 稍微要做修改了 先有一份word的文件 好那我这边要特别 请你稍微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对于中文字的辨识 还有待加强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但是它对英文字的辨识 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还蛮OK的 你看像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word 它是不是有抓到word 然后powerpoint 是不是这边有抓到powerpoint 但是对于这个简报整合 你看它抓出来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还是优先 先把这个字的形状跟英文字来做比对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你看这个部分 123跟这个地方来去做比较的话 我觉得它大致上抓得还不错 你看像3 选取 选取 常用功能标签 斜线新增投影片 从大纲插入投影片选项 你看是不是完全正确 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说 也许日后你在处理 图片里面的文字 你要截取出来 你就可以透过 现在我教你的方法 你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了 有没有问题 这是关于PDF 对不起 应该说这是关于图片里面的文字 如何截取的一个操作方式 画面就还给你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玩一下 这一段时间 对不起 你